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说男性同性发生性行为不再是一种犯罪 根据这条英国殖民时期留下来的刑法内容 男性同性发生性行为最高可以判处两年的有期徒刑 而消息一出LGBTQ团体也对此做出声明 表示这是人权的胜利 在声明中他们提到 曾经因为这条法律而被受歧视拒绝骚扰的人 现在终于可以走上疗伤的路 而这个决定也将带给新加坡更平等寒容的社会 但在除罪化的同时 李献荣也表示他将提出一项宪法修正案 将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 以此保障婚姻制度 表示婚姻的定义涉及公营住宅教育和领养等等的制度 而新加坡政府无意改变任何跟婚姻有关的定义和政策 这也代表如果宪法修正案通过了 未来LGBTQ团体要争取同婚合法化的机会 就会更加的渺小 而李献荣这么做 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在保守的社会和进步价值中做出平衡 其实过去15年来新加坡政府已经没有在执行刑法377A 所以它的存在比较像是让保守派或宗教团体安心 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废除刑法377A 这等同于鼓励同性恋 而这会破坏传统家庭的结构和价值 李献荣公布这两个法令修正时 就像大众表示 每个团体都必须接受自己无法获得所有想要的一切 因为这不可能 利益之间都是相互竞争的关系 某些时候只能妥协 因此废除刑法377A 固然是迈向平等的一小步 但对想结婚的同性伴侣来说 这似乎没有造成多大的改变 阻碍仍然存在 政策歧视也没有消失 44岁的新加坡人安德烈和47岁的澳洲人卡麦隆在澳洲结婚 育有一个2岁的儿子 现在他们则常住在新加坡 对于他们来说 废除刑法377A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安德烈受访时就表示 他们澳洲的结婚证书在新加坡价值 跟一张厕所的卫生纸没什么两样 言下之意也道出婚姻不被承认的无奈 因为新加坡不承认同性婚姻 他们就无法取得所有与婚姻有关的 像是租房补贴等等的权利 因此安德烈才会认为废除刑法377A 对同性伴侣争取平权没有多大的意义 近几个礼拜以来 相信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有听到柬埔寨打工诈骗的事件吧 根据台湾内政部长徐国勇的说法 截至21号为止 因为求职被骗到柬埔寨从事网路诈骗工作的受害民众 大约有370人左右 而根据刑事局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虽然救援成功返台的民众已经逐步增加到72人 但也代表还是有为数不少的受害者 被困在柬埔寨的诈骗园局当中 初步来或者是下落不明 但其实台湾人只占这个打工陷阱一部分的人数而已 人权组织国际正义使命团柬埔寨负责人辛斯受访时就表示 被卖到柬埔寨从事网路诈骗的人口犯运事件 受害者有数千人 除了台湾人以外 中国、泰国、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和缅甸等亚洲国家也都有人受骗 香港保安局19号就对外表示 有关东南亚求职诈骗案 从1月以来已经收到23起受害者求助的案件 而在这当中12人确定是安全的 其余的人有些被转卖困在缅甸 有些则还没有办法追查到确切位置 我们现在的最大部分是 尝试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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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打工陷阱就不能不提到柬埔寨最重要的经济特区 西哈努克自治港简称西港 许多被害人本来以为这里是发大财的起点 但真正抵达了才知道是噩梦的开始 西港是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底下建成的经济特区 2019年之前由于当地法律管制比较宽松 没有禁堵所以吸引大量线上博弈产业 特别是中国公司进驻 而中国资金大量进场也让西港这里迅速发展起来 不过近三年来西港的光景不在 主要与疫情和政策法令改变有关 因为疫情的关系全球跨境移动变得很困难 而注点在西港的线上博弈产业 很大部分是仰赖外国的工作者 所以也造成产业开始缺工 而柬埔寨围堵线上博弈产业的法令 2020年生效后也更重创博弈产业在西港的发展 2020年1月开始柬埔寨的禁堵令正式生效 柬埔寨首相洪森开始全面取缔线上博弈产业 造成许多赌场倒闭当地人失业 另外中国2021年也以打击诈骗犯罪为名 发出劝反滞留缅北人员通告 通告中写到在中缅边境从事诈骗犯罪的人 如果不回国自首 国内的户籍、银行账户等等都会被冻结 家人也都会受到牵连 和过去一年多以来 劝反的范围也从中缅边境 扩大到柬埔寨等东南亚各国 造成大量的中国劳工离境 而赌博产业获利不了之后 业者就开始想方设法存活下来 因此获利更高的网路诈骗 就成了填补现象博弈产业 没落最大宗的非法产业 而不管是博弈或网路诈骗 都需要人力来运作 也因此这些网路诈骗业者 开始透过各种管道、假招募、 真贩运、各国有梦的青年 而由于这些诈骗集团 大多是先前中国博弈产业转型 所以多半希望找会中文的人 也因此台湾人才成为 这一波柬埔寨打工诈骗的 重点招募对象之一 近期不止台湾 越南也传出同样的打工诈骗情形 根据越南媒体青年报报导 有超过40名越南人 因为不堪每天超时工作 从事网路诈骗 19号从越检边境一家赌场 逃出来游回越南 越南官方表示 近期有越来越多越南人 被骗去柬埔寨 民众如果想要回家 得付3000-3万美金不等的赎金 而今年上半年 越南警方也已经救出 超过250名受害民众 但还是有为数不少的人 至今仍下落不明 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家 镀金的女儿达利亚 20号晚上 与爸爸在莫斯科附近 参加完活动之后 先行坐车 一个人离开 但车子在行驶的路途当中 突然爆炸 瞬间就起火燃烧 达利亚因此当场死亡 而经过调查人员的初步见识 车子疑似被装上汽车炸弹 而达利亚可能是因为炸弹被引爆而身亡 所以整起世界目前朝向谋杀展开一系列的调查 因为杜金和女儿达利亚 都是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行动的重要角色 因此事发当下 外界也揣测这之间是否有关联 根据俄罗斯官媒塔斯社的引述 达利亚友人克拉斯诺夫表示 当天他乘坐的车子其实是他爸爸的 所以有可能杜金才是被汽车炸弹锁定的目标对象 而根据俄国官媒俄罗斯日报的报导 因为杜金是要跟女儿一起搭同一辆车离开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杜金在上车的最后一刻 临时决定要换车 比女儿晚一些些离开活动现场 根据Twitter上的目击者的影片显示 杜金匆忙抵达事故现场时神情很震惊 一脸不敢置信的样子 我真的没有害怕 我们在最后我们跟她说 在节奏的传统中 她说我父亲 我感觉自己是武器 我感觉自己是英雄 不过杜金到底是谁 他在俄罗斯总统普廷的决策上 有什么重要性吗 现前60岁 有普廷的哲学家 普廷大脑之称的杜金 是一名俄罗斯的政治思想家 而她所有的思想基础都是建立在欧亚主义上 在她1997年的经典著作 《地缘政治基础 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未来》当中 就明确主张和推崇 俄罗斯应该沿着前帝国的版图 打造一个从都柏林到海森威 跨越现在国境界线的新俄罗斯帝国 而这当中当然也包含乌克兰 另外杜金长久以来也都强烈批评美国介入欧陆事务 认为美国才是造成区域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俄罗斯应该建立自己在欧亚大陆的权威才对 也因为这样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和普廷相似 所以杜金一直以来都是普廷的支持者兼重要的盟友 仔细回头看普廷近年来的政治决策 这会发现当中多少有一些杜金思想的影子在里面 而不只在思想上影响着国家领导者 俄国近年来在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的具体行动 其实杜金也都有参与 2014年俄罗斯官方开始大动作支持 顿巴斯地区的分离主义分子的时候 杜金成立的欧亚青年联盟 就同时积极招募具有军事和实战经验的人员 进到顿巴斯地区跟乌军作战 也因此美国从2015年就将杜金列入制裁名单 指控他威胁乌克兰主权和领土 伤害了乌克兰的和平安全和稳定 今年日底开始的俄乌战争 杜金和女儿达利亚都曾公开表态支持 因此外界也揣测达利亚的死 跟乌克兰之间是否有关联 不过乌克兰官方否认了这样的指控 乌克兰总统府顾问波多利亚科22号表示 乌克兰当然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因为乌克兰不是犯罪国家 俄罗斯才是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则表示 如果发现乌克兰与这个案子有任何的关联的话 这将等同国家恐怖主义 而根据塔斯社的报导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2号表示 这个案子已经侦破 谋杀达利亚的人是隶属于乌克兰情报单位 一位名叫佛范克的乌克兰公民 目前他正逃往爱上尼亚 以上就是为大家精选的国际新闻 希望帮大家跟上时事 国际直升我们下回见 一天的班之后呢 傍晚就要开始再接着上课 但当我慢慢能在日常生活中 就是应对 应对一些问题的时候 真的会有一些成就感 也感觉日常生活就是一间好大好大的教室 走在街上和服务生应对 都是一些 都是一种学习的过程 然后呢 上周我真的在伊斯坦堡见了一位值日生的观众 actually this means a lot for me and feels amazing 因为大家都是在节目上看我 所以大家认得我 但我其实从来不知道 就是真实的观众到底是谁 然后长什么样子 有什么样的人生故事 而透过这个线下见面的过程 也让我有机会更认识观众们 所以很谢谢来相见欢的观众朋友 影片的最后 要感谢所有付费支持我们的频道会员 特别是每一位干爹干妈等级的会员 如果你还不想加入但是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接受所有的通知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喔